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孙伟心谈天单元的cohost 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馆长 在我们的现场 来 伟心兄 大纯兄大家好 今天帮我们带来了很清晰的声音 今天不是在电话里面 而且带来很丰富的内容 首先是NASA即将公布在目卫2上面发现的惊人活动 这已经公布了 已经公布了 9月26号 就是在我们台风来的前一天 NASA公布了 你知道NASA最喜欢玩一个花样 就是他要好几天之前先说 我要公布 对 我们要公布重大讯息 当然他的重大讯息跟股票没关系 所以他也没有处罚 但是去年玩过一个这样的花样 大纯兄你还记不记得 去年有过一次 他说一个礼拜之后 我们要公布跟外星生命相关的重大讯息 好像有印象 对 然后那一整个礼拜就把全球的这些外星生物的谜 烧得根本坐不住了 大伙就在网路上猜来猜去到底是发现了什么东西 还有堵盘下注的 有人就来问我说 孙老师您看了这个发现到底怎么回事 我看了一下 隔一个礼拜以后 NASA准备要召开记者会的参加人员的名单 我就说不要期望太高了 因为如果是你在火星上面发现了原始生命的话 主持人一定是美国太空总署的署长 如果你在火星上发现有敌意的生命的话 主持人一定是国防部长 如果你在任何地方发现有智慧的文明的话 主持人一定是美国总统 但你看那几个人名不见经传 没事了 他们要发布一些重大的猜测 后来宣布了 大众兄你还记得吗 就是在加州有一个湖 叫做Monolake 蒙诺湖 那里面找到了 科学家找到了一种细菌 把这种细菌带回来养 而养的非常不人道 什么叫非常不人道呢 就是为它吃参 申就是一个十字边 是 披霜 对 大众兄就披霜了 十字边一个申请的申 对 披霜了 这细菌不但没死 而且那个申被它的身体吸收以后 取代了磷 取代了磷成为生命的一个部分 照样活得好好的 也就是说 这种原始生命是靠申可以维系得下去的 而外星环境是有这样子的附身环境的 所以就说你看外星应该找到这样的原始生命了 是 这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这跟碳基的生命 跟细基的生命 有没有什么关系 还是不太一样 当然我们在地球上原始生命也都是碳基的 只不过你里面有一些生命的要素 我们讲氮磷流这些东西 它竟然是可以被别的元素来取代的 但是这一次9月26号 NASA所公布的发现 其实是跟我们长久以来大家期待了很久的木卫二 有关系的 在1995年到2003年的8年里面 美国人发射的太空船 Galileo 在木星旁边绕了8年 它每次飞到了木卫二 第二个卫星 有人会怕旁边就觉得怪怪的 那个怪怪的就是因为电磁场强度不正确 跟预测不一样 所以当时想了应该在它的冰冻表层底下 有大量电解质在流动 应该有电解质在流动 如果有电解质在流动的话 我想我们讲什么奥康剃刀理论 就是你用最简单的方式来猜测 就应该是闲水海洋了 那是不是闲水海洋 现在大家充满了期待 那最近的观测 在过去几点里面 用哈勃网形的观测 竟然真的看到了 在Europa的南半球 有冰喷泉 冰的喷泉 对 等于是有水 有水喷出来了 喷的高度是200公里 200公里高 所以在底下 我们在地球上的 喷的水喷 这比地球上的水还多 它水多 然后喷的高 而且你说我们地球上的山 再高也不过8.8公里 它可以喷到200公里 这下回 大春兄 您要开一个旅行社 带大家去看太阳系里面的 八大惊奇好了 因为现在不是 我们今天讲另外一个新闻 竟然美国人有一个人 在卖月球上的土地 还蛮好 一堆人相信 还跟他买月球上的土地 你就开始做太阳系的观光 等一下 你现在说的太远了 我还是很想知道 喷到你说200公里高的冰泉 那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动力 它其实它里面应该还是有热能 才会喷得出来 那这个热量怎么来的呢 大家猜想 最原始的猜想都是木星 因为木星质量够大 质量够大的会在四周 比较近的几个大的卫星里面 产生潮汐加热 也就潮汐力是一种拉扯的力量 为什么木卫一 个小小的 它上面竟然是有火火山 以前的Voyager去了那边 亲眼看到火山喷发 那是除了地球之外 太阳系里面 唯一一个另外的天体 被观察到火山喷发的 就是在木卫一isle上面 大真兄你还记得吗 以前我们那个年代 看到的科幻电影 2001跟2010 2001到最后 是一个太空船 给落在木星旁边 到了2010年的时候 2010那个电影的时候 再去到那边 找到那一个漂浮 在空中的太空船 太空里面 竟然看到上面 铺着一层橘黄色的粉末 橘红色的粉末 那就是来自火山的二氧化流 所以那导演还真的做过了 是做了研究了 做了功课了 那所以像这样子 isle那么小一个天体 早就应该冷却 完全冷却 不应该有地热的 怎么还会有火山活动 相信也是木星的潮汐力 让isle内部加热 那所以Europa内部被加热 也不稀奇了 所以它有地热 能够把冰喷泉给喷出来了 有些朋友可能是 并没有经常或者是常年 跟着我们的节目来听的 像木卫二 也就是Europa 这个木星的第二个卫星 第二大的 对不对 它是木星 我们多介绍它一点 好不好 包括木星的卫星 好像有六十几个 这些资料 可以重新再为我们复习一下 对 木星一开始 是Galileo 我们知道191609年 意大利天文学家 嘎利略 他把望远镜指向夜空 展开了现代天文观测 但他第一个所看到的系统 就是木星的四个大卫星 绕着木星转 所以他就知道地球不是唯一的中心了 这跟教会的说法相反的 但是这四个卫星里面 其实我们讲 它的直径跟质量 是在这六十七个木星卫星里面 排第四的 并不是最大的 对 它木卫二是从里面往外头数 木卫一是比较里面的 二三四 这样排出来的 那木卫二稍微比月球小一点 那距离木星的位置是第六个 因为到后来你又发现了更小的东西 所以六十七个是陆陆续续 照着发现的 那其实表面是很冷很冷的 摄氏零下163度 对啊 所以它是一个永久冻结的冰壳 那有一些裂缝 刚看那个木卫二的表面 就觉得蛮有趣的 我们在网络上看到 也有些人在玩一个游戏 就是把你家的锅底拿来拍个照片 锅底 平底锅底 或者古面的锅底都行 拍个照片以后背景打黑一点 传到网络上来 让大家猜哪个是真正的天体 哪个是锅底 我看过网络上这样一个游戏 还真的是大家很难猜呢 对NASA提供一个九宫格 九宫格里面九个圆圆的东西 这里面只有一个是天体 其他八个都是锅 其他八个都是锅 是 对 那么关于木卫二 这么冷的地表之下 等于是一个 表层是一个永久截冻的 刚才你说是冰壳是吧 那可是潮汐产生的热能 却能够让冰壳底下 出现液态的海洋 这个中间的温度就差很多了 差了163度了 对 因为你表面是可以很冷的 因为表面不断地 把热量散湿到太空里面去 所以表面温度可以降得很低 但如果它经过了木星的潮汐力 作用是它的内部 让它内部不断被加热的话 里面是热的 外面是冷的 我在想 这个潮汐力会是很巨大的 人如果摘上的会受不了 因为它能够让温差达到163摄氏度 其实也还好 人在那个条件里应该是能够活得下来 真正的潮汐力强大到人能够被拉成了spaghetti 拉成了意大利面条 那应该在黑洞旁边了 因为你人的距离实在是太小了 潮汐力要作用 它有两个条件 一个是距离它很近 另外一个是本身东西要够大 要够大 它的质量要够 它的size要够大 体积要够大 彼此拉扯的 大春兄 我们也顺便讲一下潮汐力的概念 它跟重力是不一样的 它是重力差 重力的差别 月球对地球的两端 近端跟远端的重力是不一样的 而这个重力的差别所产生的 拉扯的力量就叫潮汐力了 所以地球才会两端都会有海洋被拉起来 所以一天有两次涨潮是这样来的 好 我们另外还有一个话题 有个行星 它有三颗太阳 我们知道有时候一颗恒星 有好几颗行星 可是有一颗行星 有三颗太阳 那是 我觉得大春兄 我们真的想办观光旅游团了 这另外一个精彩的地方 在这个 我们发现西外行星 这是一个有趣的 三颗星的西外行星 它其实是这样子 三颗星你很难找到稳定的轨道 它这个A星 单独一个 另外BC靠的比较近 但是BC这两颗星 离A星有一段距离的 那今天找到的这个西外行星 是绕着A星转的 可是绕着A星转的同时 你也会看到B跟C这两颗太阳 三不五是出现在你地平线上 所以它的天上 常常就是一个两个三个 一个或者三个 或者一个上来两个下去了 或者两个上来一个下去了 你大概是没有夜晚的 那这个行星的轨道是稳定的吗 不会很稳定 为什么 因为它绕着这个A星转 偶尔就会接近B跟C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过渡现象 什么叫过渡现象 科学家其实用牛顿力学 能够把一个系统 未来的命运很早就知道了 因为你不断算下去 它就牛顿力学告诉你说 它轨道怎么转 它转的过程中 跟这个BC这个集团 常常会碰面 会互相绕 对 每次碰面它拉你一下 每次碰面拉你一下 过一阵子以后 你就可以甩出去了 所以我们今天能够看到这个行星 也是一个过渡现象 也就是过渡现象 这个被发现的行星 环绕它那个主星公转 距离到底多远 我说它距离 它像冥王星那样子的距离 也就是我们说冥王星 大概是30个AU 但是它跟它这个A星旋转 大概有80个AU 是太阳道冥王星的两倍多 对就是两倍 整个冥王星绕太阳的轨道 直径那么宽的 那所以是有一段距离 但是你 你你的母星还蛮远的 可是呢 B跟C距离它大概 300个它一天文单位 那更远了 更远 那两个更远了 可是仍然会发生作用 这个真的是让我觉得不可思议 那么远的距离 大春兄啊 300或者是80AU 其实是很近的距离啊 我们还可数呢 我们太阳系的真正的边缘啊 是在55000个AU边 那个的 欧特云的边缘 55000个AU 即使到那个边缘 它还是受到太阳的引力的影响 绕着它转 是 这真的很有趣的数字啊 刚才你提到另外一个话题 我帮你打断了 赶快拉回来啊 说你能不能买一下月球的土地 这草地皮炒得很远啊 就是我觉得这个简直是 这人穷疯了是不是啊 他就宣布 他说他本来是一个很穷的人了 嗯 他就说了 那我是不是能够 有土地我就能赚钱 有土私有财嘛 那我要能够卖土地的话 那我要卖谁的土地呢 那天晚上实在是穷极无聊 抬头一看 月亮就在天上了 所以他说那我就卖月亮的土地吧 所以从这以后呢 这个人叫Dennis Hope啊 嗯 Dennis Hope 创造了月球大使馆公司 Lunar Embassy 可是第一个 他是合法吗 他能卖月球土地 这没人管呢 因为现在你这没有人claim说月球是他的 所以他要卖了 你也不能说他不行 但是就看你相信不相信就是了 他的价格如何 价格其实还蛮便宜的啊 你如果要买 咱们算台湾的面积是1200平的话 一英亩 一英亩是1200平啊 19块9毛9 便宜啊 没钱 就因为便宜 所以有人那个不叫上当 那我就好好就买一个梦 是不是 还真的有人给他买吗 多了 他其实还卖出去不少不少面积了 嗯 对他这个时候 你知道吗 他在过去这段时间里面啊 他目前只卖出了月球7.5%的土地啊 大概6亿多亩啊 那也不少 火星的土地市场没那么好 只卖了3.25亿英亩 3亿英亩 光是这几亿英亩 他就有几十亿美元的收入啊 对啊 所以我就觉得为什么还有这些傻瓜会上当啊 还有还有买下金星和水星的土地 也可以得到一纸所有权状啊 对对 他的拥有的范围是直接到冥王星 那冥王星呢 因为现在他说他当初在卖冥王星的时候 冥王星还是个行星 嗯 他卖挺高兴的啊 嗯 而且很妙 这个事情要dated back 到1968年 他创立月球大使馆 当时主要是他失业 嗯 一年没工作 而且还离了婚 嗯 住在旧金山 一切看起来是坏透了的情况 他想如果有土地该怎么办 这个叫做hope的人实在太有趣了 可是他调查政府的外太空条约 发现条约明文禁止地球的国家 深索其他星球的土地所有权 但是却没有禁止私营公司的法律绳索 这点很有趣 就是说在法律上有那么一个漏洞 嗯 让他让他干下这件大骗局 而且是明摆的骗局啊 我觉得其实这就像你到了任何观光景点啊 嗯 你就会在纪念品店花点钱买个小纪念品 回去送给你心爱的人 他高兴一阵子也就算了 嗯 那他这个送给你 那你还摸得着啊 是吧 还看得见 他有证书哎 大家这会儿 台湾不是很喜欢证书吗 你这下我就恍然大悟 为什么我到现在 我的高中大学研究所 所有的毕业证书我都扔掉 都不见了 都没用 都没用 坦白说在我也活到这把年纪了 有很多东西看起来可以证明什么事情的 恐怕都跟那个月球公司土地契约一样 差不多啊 差不多 台北FM98.1 News9898新闻台 今天进行的单元是孙维新谈天 很高兴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管长来到我们的现场进行讨论 孙管长 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买卖月球或者是金星水星的土地 我们会认为这种自己成立一家公司称之为月球大使馆的 而且还买卖外星土地看起来像是一个骗局 可是也很多人愿意上当受骗 他当作是一种心理的慰藉 一个梦想 可是过去长期以来 也有很多人站在科学的观点 认为占星术本身就是各种形式虚构的内容 虽然非常非常多的人也很相信 那碰到了科学家或者天文物理学家 到底占星术会不会感觉上逊色一点 你的看法 你是你是物理学家了 我必须要说 我们这些学天文学物理人 在占星术面前都变得非常谦卑的 对 反而是这样的 为什么非常谦卑的 有两回事 一个是有一天 以前小孩牵着我的手到了书店里头 看到满坑满谷 整个墙面的都是那12个星座的占星术的书 小孩就说了 爹地 你看人家只知道12个星座 就能赚这么多钱 你知道的星星有多少 一点经济效益都没有 这是一个状况了 当然你要说再讲占星术到底是怎么回事 有一回我们就讲占星术的乐趣了 一个学生跟我讲说 他的朋友 大学生 暑假里打工 在哪打工呢 占星术的网站 他每天的工作是干什么呢 就是要把每个星座的运势给写出来 所以你就知道你在报上看到的每个星座的运势 其实是咬着铅笔在那工作 part time的公路生给想出来的 不过有一点 我是不太明白的 虽然我常常听人讨论 而且很着迷 关于占星术的种种说法 包括每一天的运势 每一周的运势 每一月的甚至每一年的运势 有一个 占星术好像是把整个天体上 包括四度空间 也就是时间在内的 这些个星球的分布 压缩成一个二度空间的平面 才能够指称 它是哪一个星座进入到哪一个位置 不是这样的吗 那些星星本来就不在一个平面上 本来就不在一个平面上 而且还不在一个时空里面可能 对 它的时间上 因为距离就是时间 距离就等于时间 我们从光速是有限的这件事知道了 所以这些星星 其实离我们的远近各有不同 而人类自古开始所看到的夜空天球 就受限于我们两个眼睛的距离 我们两个眼睛的距离是如此之短 以至于超过了某一定程度的距离以上 我们完全没有办法判断它的距离 所以看起来这些星星在天上 好像都是一个天球平面上的 所以你才发展出这么多图形来 我还记得在2009年 我们做全球天文年的展览的时候 曾经引进了厂商做纪念品 大家走着都想买个纪念品 有一个高价的纪念品 就是一个四四方方的压克力 里面打雷射光雕 底下放个台子 彩色的光照上来 你知道打什么雷射光雕 北斗七星 北斗七星 就你从某一个角度看过去 那个四四方方雷射光雕里面 好漂亮就是七颗星 拍成北斗七星的样子 但是你把它一转过来 从侧面看 就知道每个星星 跟地球的距离远近不同 所以那个雷射光雕 还有科学的意义 因为它距离上是有差别 你只是在这个角度来看 底下打了光 只有在某一个角度 才能看出来像个斗梢 斗标一样 对 你换个角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好我们接下来这个新闻 对但是我刚讲到的天文学 跟占星学的恩怨情仇 我必须要说一件事情 就是占星学家所知道的天文 远比天文学家所知道的占星 来得多 所以两边要真的做下来辩论的话 天文学家不见得会占便宜的 为什么 因为占星学家要靠天文 才活得下去 他的讲述的内容里面 要包含了具体的天文知识 而天文学者谁会去搞占星书 所以天文学者不懂 多半都不懂占星学家讲的那套理论 而占星学家就能够把他讲的东西 套上了这个天文学的外衣 是 可是最近这个新闻就有趣了 世界上各个社交媒体 都在热烈讨论 NASA修改占星书星座图的传闻 也就是说可能会导致以前的占星书会失灵 可是NASA的回应也很奇怪 说科学家仅能够根据地球偏移 造成观测星座移位 而重新绘制星座图 并且这个重新绘制的活动和占星书并没有关系 如果重新绘制怎么会没关呢 我们这学期才刚刚开始 在学期的头一堂两个 我们就会讲到的星座跟地球的转动 大春兄 我们首先是调查全班同学属于哪个星座的 你知道吗 大学生听到星座调查就好兴奋 从白羊座一路走到双鱼座 黄道士二宫调查完了以后 当然还会加个小笑话 说刚刚没有举手的举手 那肯定是外星人 但是大家都很喜欢 你知道吗 你问一下说 刚刚举手这些同学 满坑满谷300多名学生 喜欢自己星座的举手 百分之八九十都喜欢自己的星座 无论那个星座的评价如何 大家都喜欢自己星座 那我就说了 我必须要告诉你一个坏消息 你根本就不是那个星座的人 这就是因为地球本身的岁差 在三千多年来 已经让星座在天上看起来 偏移了一个星座了 对 这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但他没有 他跟占星学没有关系的 是往前还是往后偏移 也就是为什么说 大春凶什么星 我们也一样 比如说我是双子 你是双子 我咱们俩 你双子就双子吧 双子 说是说双子 是因为你是在5月22到6月21之间出生的 但那时候为什么 我说大春凶为什么会归类成双子 你出生的时候 天上有什么样的异象 大春凶就说了 我出生的时候 天象当然是金光万道锐气千条 可是其实不是 是太阳刚好在双子座 太阳走到双子座 你出生那就算双子座的 这就是3000年前巴比伦人的太阳星座学 你说你出生的时候 也看不到太阳在哪里 因为太阳太亮了 你不知道在哪星座 没有问题 太阳下山以后 你看它背后的星座 后头的星座就知道太阳现在在哪里了 但问题是 你说有一个星座的差异 就是因为在过去这两三千年里面 地球自转轴逐渐偏移了 我们以前好像说过 地球其实有三种运动 不是大家熟悉的两种运动 我们熟悉的是自转跟公转 但是实际上地球的自转轴 有一个缓慢打转的 就像陀螺一样 缓慢打转的过程 28000年 自转一圈24小时 公转一圈365天 都是非常短的时间 而自转轴逐渐偏移 转到这边再转回来 绕着一整圈28000年 那这个叫岁差 一岁两岁的岁差别的差 叫岁差 就因为这个岁差的关系 使得我们从地球上看过去 太阳投影的星座 不断的往前移 那28000年 太阳会绕一圈重新回来 14000年以后 刚好差了180度 那个时候北极星 已经不是北极星了 是织女星 中国文化基本教材 就要改成为正以德 辟若知女 那你不要急着 把基本教材丢掉 继续再留14000年 他又回来了 是 但是那我差别 应该是 应该是往前算 往前 也就是 我变成金牛了 应该 对对对 您出生的时候 就是金牛座了 我还真不喜欢这个星座 台北FM98.1 News 9898新闻台 孙维新谈天单元 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管长 在我们的现场 我新兄 刚才我们讲到了 占星术和天文学 好像除了岁差之外 关于这个议题 也就是如何从天文的角度 来看占星术 他两三千年以来的变化 还有一点点小补充 对就是因为 我们地球自转轴偏移 造成了太阳在天上 黄道12公里面的位置 不断的改变 那 28000年绕一圈 所以太阳会在星座 往前面走 在12星座里头 一直一直往前面走 那到28000年以后 又回到原来的星座 一圈走了12个 那除一下 每一个星座的飘移的时间 就是2000多年 所以巴比伦的太阳星座 却到现在3000年了 刚好就插上一个星座 插一个星座 对 学生一听说 老师我希望太阳回来 回到我的星座 我说你就慢慢等吧 也不过就25000年以后 太阳就回来了 也就是因为这样子 当然大春兄这是两回事 一个是岁差 另外一个是好些人一直说 黄道不是12宫 是13宫 还有一个蛇夫座 蛇夫座 就在天蝎 在射手那个方向 有些人老实说 他应该进来 那NASA只是把这些东西 画出来 然后把现在真实 对应的画出来 他也没有必要去改变什么东西 占星学也不用抱怨了 接受现实吧 是 大家各退一步 对对对 好 接下来中国科学家 要在天宫二号 这个宫是宫殿宫廷的宫 天宫二号太空实验室 去种粮食 种菜 来谈谈这个 对 因为大家真的要打算 有朝一日出发了 在无重力状态底下 要走很远的地方 那你还是得吃 那你吃的话 你不能都从地球上带 那你就得在太空里面种 那问题是在无重力的状况底下 大圣兄我简单的说一句 那些根是怎么样 种子怎么知道 什么地方朝上 什么地方朝下长出来 这是一点 我记得小时候 我们在自己家院子里头 就去迪化街买了种子 小白菜青钢菜菠菜 撒了一大片 你看种子长出来好高兴 但你就转念一想 那些种子是埋在土里头的 它根本不见天日 怎么知道哪边是上 它不会说长了 一撒了一百颗 有五十个朝上 五十个朝下 对 它都会 都会朝上 因为它种子一旦发芽以后 那个芽会知道 种力的方向在哪里 所以第一个是要靠重力 种子才知道朝上涨 第二个你 话退又再退一步说 涨出来以后 你要浇水吧 对 在地球上 你水洒下去以后 就落在上面 天降甘霖了 没错 太空里面可降不下来 对 我没想过这个问题 水不会从 也就不会 没有重力了 对 我觉得好好好玩的 这其实鼓励我们大家 多去思考无重力状态 撒水浇花是一个 停电点蜡烛是另外一个 我常常问学生 你万一太空梭上停电 你得找蜡烛点蜡烛不是吗 蜡烛点得起来吗 如果无重状态底下 光看蜡烛那烛焰的样子 你就知道点不起来 蜡烛焰不就是那种 泪滴状的吗 对 蜡烛最热的地方是在哪 它顶端的上方 顶端上方最热 尖的地方 尖的地方最热 所以那个热的地方 热空气往上升 创造了一个真空 旁边冷空气就会补进来 所以这个热跟冷的差别 就能够让空气不断的 远远把氧气带进来 让蜡烛继续燃烧 那在太空船上 是没有上下之分 也就没有热空气上升 冷空气下降这回事 怎么办 他们用喷嘴 把这些油 他们要做油的燃烧实验 高速的把油 喷到一个箱子里面去 那油滴就飘在那个地方 然后想办法加热 让它达到了油滴的 燃点 燃点 然后就会看到浮在里面的 万千小油滴 每个小油滴外面包了一层火 听起来虽然很美 可是也很恐怖 这不就是身处于爆炸之中吗 也算是 但是它那个实验的目的是 希望怎么样能够把燃料 充分彻底燃烧 在地球上在汽车的引擎里面 彻底燃烧以后 能够创造一个干净的环境 可是在中国科学家要到天宫二号上 做什么样的植物实验 来解决太空种植的问题呢 他们种两个东西 一个叫水稻 一个叫泥南戒 泥南戒 对 磨泥的泥 磨泥的泥 南方的南戒 菜花的戒 泥南戒 另外一个泥南戒 水稻 挑这两个东西 那想的时候你要种的话 那原因是什么 是要找一个典型的粮食作物 是水稻 还有一个绿色的高等十字花科的 摩世植物 泥南戒 作为物种 因为这些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物种 那在微重力情况底下 很重要 第一个它会不会开花 因为植物的叶子里面要产生开花素 开花素转到了精的顶端引起开花 那否则精的顶端只会长叶子 那你要怎么样在无重力情况底下 叫它知道什么地方是顶端 我觉得很好玩 是要诱导这植物 知道什么方向上可以扎根 什么地方可以开花 对 而且在太空里面 你怎么样控制它的光照周期 然后调整温度湿度 然后营养液给它补充营养 都很重要 不过我倒觉得还好 为什么 因为现在的地面上 有好多有趣的企业公司 他们也在做无土种植 只要有水跟营养液 这些菜就能长得不错 那你在太空里面 你不需要真的担心 种子要种在水里面 它到处乱长都没有关系 只要能长得出来 那前不久 我们记得前几个月 还是去年的时候 不是说太空人 Scott Kelly还是谁的 在太空第一个吃到的 这个紫色的高丽菜 挺高兴的 你种得出来 然后撕了以后 放到嘴巴里头去 连洗都不用洗 但是中科院上海生物科院的 植物的那个研究所 好像已经有期待 要让种子正常发芽 而且已经制定了目标 说要长出几颗水稻 多少颗拟南界的菜 这个实验渴望成功吗 它应该是可以种得出来 因为从过去到现在 80年代开始把东西送到太空里面 就包含了很多 大春兄您过去 我们谈过 小米 大米 水稻 烟草 玉米 都送上去了 以后号称在太空发芽 所带回来的东西 在地球上的产量就特别高 但这一点是我没有看到 太多科学数据来支撑的 但是我自己的猜想 未来应该会发展出一批 太空类型的植物来 也就是那些植物 三毛你想办法让它适应了太空的 微重力状态 但大春兄有另外一个方法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你送出去一个大的螺旋摩天轮了 摩天轮再转产生了一个 产生重力场 对 一个虚拟的重力 那在虚拟重力里面就没有问题了 连人走路都是一样 但是你知道吗 大春兄 在那个旋转摩天轮里头 你可以赶上这个重力 但是你千万不要看窗外 会头昏 会头昏 就知道自己在转了 是 另外英国媒体报道 天宫一号 因为刚刚讲天宫二号 天宫一号撞地球 这是怎么回事 因为天宫二号已经发射了 不是在中秋节晚上发射 天宫二号吗 那十月份的时候 十月中下旬 另外一艘神舟十一号 会带着太空人上去 进驻天宫二号了 天宫一号本身的任务已经结束了 所以预计在2017年的下半年 叫它下来 那当然就说这个下来的过程中 要在大气层里面把它烧掉 那烧掉了以后 反正进入大气层就碎成片片 然后化成点点流星 碎掉了 但是问题是说 有人就提出来了 那说了 这会砸到人太危险了 英国就把这个又当成一个网站头条了 来炒热这件事情 我觉得可能又是英国的所谓的仇中的人 觉得 就说你中国人又炒货了 你的技术水平不够 所以会带来毁灭性的坠落 那到底会这样吗 不会啊 因为现在当这些大型的人造天体 要坠落的时候 都是在受控制的情况底下下来的 美国人其实干过好多这样子的事情了 以前在天空实验室Sky Lab 到后来的GRO Gamma Observatory 1991年发射上去 17吨呢 也是在受控制的情况底下 叫它下来 只要落下来落在海里头 大片的掉下水都没有问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